今天晚上刚刚我讲了一个环保的议题 环保 莱纳斯 边加兰 这些我们都认为说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福利 老百姓的未来 小市民的未来 小市民的安全 小市民的健康 还有什么 国阵如果是继续执政 他还有想要做核电厂 核能发电厂 还有打算做其他的 可是最后谁得到好处 可能只有那几个人得到好处 我们希望的是这个国家最终 所有的经济政策是能够帮助到大部分的人 明年 我在明年里面是负责政策的 我跟公正党的Rafi Zee Nuru Izzah 行动党的潘检委 回教党的Dr.Hatta 还有Dr.Zukifi Ahmad 我们这些几个人 过去的五年来 一直在经营着明年的政策 我们一直在想 如果我们执政 虽然说不同的党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只能够有一个政府 我们这个政府要做什么一起做的 所以我们讲 我们要一起做什么呢 我们要一起把一些事情做好 如果我们执政大的事情要做好什么 第一要做好民主化 什么叫民主化 就是以后当国阵学做反对党的时候 他不需要像我们做反对党做到这样辛苦 我们的做反对党还要坐牢的 然后我们有些人坐过牢 有些人面对歧视 然后现在国阵解散国会过后 讲他的竞选宣言 拿进跟说部长站在直播的电视节目 两个小时 然后他讲你们反对党十分钟 所以我们说 这个国家要好 就是以后换了一次之后 如果明年做不好 还可以再换 我记得308 308过后第二天早上 我在槟城 我的选区买报纸 见到309 2008年3月9号 我见到的第一个僧人 第一个人 他跟我讲 他说路人厚厚走 恭喜你路人厚厚走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民主精神 这个民主精神就是 今天 人民是老板 大家参加perse 不是为了要让刘正东做国会议员 如果刘正东只是要做国会议员 留在槟城就好了 大家参加perse 大家参加这些 要的就是以后 人民是老板 谁做不好 就要下台 下台了 换了政府 又有一个给他一个新的机会 媒体可以监督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如果做得烂的话 他要受到选民的惩戒 选举要公平 选举要能够让每一个人 用手投票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 而不是最后为了自己孩子的将来 要用脚投票 这个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也希望可以做到以后 经济上 刚刚我们讲到环保 讲什么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经济 是可以照顾百分之六十的人 然后让百分之六十的人 底下的百分之六十的人 手上多一点钱 然后最终水涨船高 所有人都有钱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国阵每次讲 明年跟国阵的政策是一样的 不一样 我是负责政策的 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讲如果明年之政 我们财政预算案 要照顾百分之六十的底下的人 因为百分之六十的底下的人 每一个月家庭收入不超过三千块 三千块如果是在甘邦还好 在城市如果是在甘邦 可能两个老婆四个孩子还可以 但是在城市 三千块很多人是很辛苦 马来西亚1980年只有35%的人住在城市 今天有70%的人住在城市 很多城市的马来人 年轻的马来人 吃饭的时候 叫一道青菜淋咖喱水的 很多 这个国家不再是马来人 还了所有的债务 那个公务员一个月剩下两百块 如果你是做杂货店的 那个家伙都没有钱了 你就不会有生意 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讲说希望说 这个南北大道不用收钱 那南北大道不用收钱 很多人每个月多五十块多一百块 当然那个每个人手上多五十块一百块 你也不会拿那个五十块一百块拿去瑞士银行啦 瑞士银行不收你的钱 他只是收那个泰玛姆 沙拉月首席部长的钱 你手上每个月多五十块一百块 你也不会拿去买condo养牛 因为不够 但是 这五十块一百块多出来的 小市民多出来的钱 你在做如果是做小生意的就知道 每一次如果是有多一些钱的话 有这个很多人 每个人都多几十块 多一百块 多两百块 最后做生意的人是不是好过一点 有钱转吗 有钱流动吗 现在那个钱全部去了捧党手上 所以我们的经济政策是讲到这样子的 我们的想法就是 让百分之六十的人过得好一点 过得有尊严一点 最后大家水涨船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